大家好,我是国外修缠 这个视频的咱们抽下复盘 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 那么今天 基建崛起 数字经济分化 新能源若返抽 后市怎么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像今天的上证指数 量能是持有萎缩的 而开线表达来讲是属于跳空高开 冲高回落 给出右上心 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讲 上方的压力3500到3550一带 依然有成压 而明天是周四 那么连续两天的反弹量 能没有放大 如果说明天依旧不能补量 那么的话呢 短周期来讲再往上靠近3500 或者是3500上方 适当要找卖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大的一个结构 对于大的结构来话呢 一从板块的佐证来讲 像基建今天再度活跃 那么只要说有权重比较高的 盘子比较大的一些板块 能够有资金的激励 那么对于大盘来讲 它是维稳的 所以说呢 对于上证指数来讲 当前从大的一个节奏 它依然是保持 3400到3700一带呢 进行大的震荡整理结构 它只要后面呢 不出现快速的跌穿 3400反周站不上来 只要不给出这样的行情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应的用震荡的一个视角来去跟 而且在震荡的范围之内 在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 局部的板块 依然会上演有机会 这里面的话呢 不同的板块 它的态度 听性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对于上证之说 然后我们再看五分钟结构 五分钟结构的话呢 咱们前面表达的非常清晰 就是上方 它有两个五分钟中枢 而且呢 高低有接触 作为中枢扩张 升级为30分钟枢 来进行对待 也是在3550点附近 是有一个沉压的节点 而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它可以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组件 来去用 好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因为考虑到连续两天反弹 对应的量能并没有明显的 跟上没有明显的起势 后面的如果说能够放量 那么高看一线 不能放量的话呢 那么明天周四再冲高 或者是震荡盘中高点 要适当的找一下短线的DC高抛的 一个高抛节点啊 好 这对于商政指数的一个态度 后面的跟踪节点的话呢 上方3550一带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阶段性的 这样的压力的参考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向上找卖点 如果说后面回落 只要说呢 不出现急跌 快速破前低 反周占不上3400 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 调整下来之后找买点 反弹的找卖点 如此而已 好 这对于商政指数的一个技术关照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创业版指数的表达 那么像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那么当前 像今天给出右上心 昨天呢 抢几分 今天呢 就承接了一个右上心的一个表达 那么对应了 它的下行通道还没有被打破 所以说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一 持续缩量 二 它的一个下行通道 还没有被改变 所以说呢 当前这位置 只能视为一个反抽来进行看待 是否能走出来以及呢 是否被迟 好 这是对于 创业版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它的一个定性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 前面作为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下跌 趋势被迟 五分钟中枢 延伸 五分钟中枢延伸 五分钟中枢 那么这个位置当前的话 它的一个反弹 其实连上一个 最近的五分钟枢 都没有突破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反弹 实际上还是偏弱的一个表达 量能也没有起来 从结构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如果说上不去 不能把最近的这个五分钟枢给突破掉 它的定性还是属于 五分钟的三连卖点 但是呢 三连又可以转二买 如果回落不破前面地点 那么它可以当成 以它作为一个关照节点 关照节点来讲 又可以当成一个五分钟的二连卖点 但是呢 如果整体有量有未来 如果说能够 什么板块能够持续有量 那么它就会保持活跃 好 这是对于创业板指数的一个态度 什么情况才可以相转好呢 如果这个位置组建一个 不破前面地点 组建一个五分钟中枢 再往上量 价起升 内部五倍迟 你才能够期待一个五分钟 盘整上发展成为趋势上 然后呢 也是一个下行通道的突破 然后呢 回踩不破 这才能够保持乐观 没有走出来这样的一个节奏之前 当前只是在下行通道的范围之内 进行震荡 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反抽 来去定性 好 那么我们再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 包括呢 在前面讲到 不同的方向 定性是不一样的 首先像基建 基建里面的代表是谁呢 像建筑板块 例如像今天 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视角来看 那么今天建筑板块 领涨 而且呢 出现掌情潮 这说明 中长线的资金 对该方向的认可度极高 而且呢 早在两个月之前 咱们就 在2021年的时候 就讲到呢 对于建筑板块 适合用长线的一个视角去跟 它的一个特征呢 一量堆保持的比较好 二 大的一个周期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周线的盘整下 盘整背池 当前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当成一个日线的中枢延伸 而后的话呢 当前可以期待一个日线的向上离开段 这是对于建筑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而且呢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 让它调整个三五天 或者是调整下来 对应的找买点反弹 短线的一个节奏 就属于用这种低吸高抛的视角 但是更适合呢 用中长的维度 以一年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 挖掘一些估值比较低 同时业绩相对稳定 再加上呢 位置是比较低的 那么呢 可以当成重点挖掘跟踪的对象 好 这是对于建筑板块 那么对应呢 可以把阳体改革一带一路 这一块的话呢 放在整个建筑板块 和建筑板块放在一个体系去跟 可以把它当成一类 像今天从体材的角度来讲 像对应的 例如说像PVP模式 它实际上很多个股也是属于 像建筑一带一路方向 其实是吻合的 好 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对应的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的话呢 咱们昨天表达了一个基点 像脆微股份 像脆微股份的话呢 是属于高位 相当于西菜 那么高位倒塌 迫切需要新的个股能够卡位 能够成为新的龙头 但是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话呢 那么整个数字经济方向呢 要面临或者防范 有一个小周期 例如说呢 三两天的这样的一个转弱 或者是 或者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轮动 所以说呢 在没有新的风向标形成之前 数字经济真是对它的一个态度 例如说呢 从板块的维度来讲 例如像数字货币 那么数字货币的话呢 那么今天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动作 然而像大数据 板块直说的话呢 对应的它前面是属于破位反抽 当前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属于 有转弱的 小周期来讲 有转弱的技巧 包括呢 像软件服务 板块直说 它也是高开低走的一个剧情 好 但是呢 像这个方向 数字经济方向的话呢 对应的局部的个股 只要说呢 位置不高 有补涨的可能 或者是只要说业绩 加上位置 加上近期的 只要说量能还能保持住 还能够用短线的视角 用低级高货的视角 反复就跟 在那当前没有新的分享标之前 它可能会 弱势 或者会由墙转弱 这是一个观察级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 看新能源 那么像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那么今天是一个 修复向上反弹的一个动作 只不过呢 对于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当前核心考察的级点 第一 前面是属于几跌 几跌过之后的话呢 当前这样的一个增浪 或者是相当反弹 定性的话呢 一看量能 如果说持有没有量能的一个持有防大 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弱势反抽来去定性 或者存在短线的低线高抛的节点 或者是用单元不破的一个视角去观察 从中期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的一个下行趋势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变 例如像储能它也属于这样的下行动道当中 什么时候能够量价起升突破下行动道 回踩不破 你才能够用趋势或者是用才能高看一线的一个视角 风能的话呢 对应的也是如此 好 就是对于整个新能源方向这两天连续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动作 量能是弱的 有量有未来 后面能够补量高看一线 不能补量的话呢 最起码反弹过之后实际上不能在弱势反弹的这样的节点当中去追 好 这是对新能源板块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像金融方向 那么像金融方向里面的话呢 例如像保险、证券、银行 那么对应的像银行板块的话呢 是属于底位震荡 或者说呢 是保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节奏 当前呢 在140的军业上方 前面呢 有个量堆呈现 然后证券板块的话呢 前面一根阴线过之后 这两天的反出比较弱 有点什么时候 对于证券板块呢 其实越往后 如果说指数想要维稳 对于证券板块呢 是可以重点去跟踪的 但是从技术表达来讲 一 跌到140内均下方 二 一阴不破 当前呢 对于证券板块指数来讲 后面 它什么时候把2月14号的这一根阴线 给完全覆盖掉 而且呢 方量 只要满足这样的条件 你才能够保持乐观去跟 当前的话呢 只是观察它什么时候 能够还属于在哪个 下行通道的范围之内 进行增浪整理 所以说呢 看好一个板块也好 或者是不看好也好 这都是主观的一个 结合一定的数据 结合当下的一些状态 去当下去判断 后面呢 总是如果说发生变化 什么变化呢 例如说 像证券板块指数反弹 始终保持一阴不破 不能把这个阴线给覆盖掉 然后呢 又往下 量能持续缩减 那么呢 就让雨一直下 那么呢 就避避雨 或者说呢 去 最起码不要 不要用更多的资金 去在这个方向里面去搏 那么对应呢 什么时候量能起来了 而且的话呢 把这个阴线给完全覆盖掉了 如果更长一点的话呢 是重新站上 140年军业上方 那么对应的话呢 你才能够用更好的一个 设为更好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于证券板块指数的 一个态度 再者的话呢 例如说像国防军工 国防军工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到 它存在一些短线的一些机会点 它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上方有三分钟出书 现在离开段内部的话呢 有五分钟的 五分钟走出类型 有被迟 只是用短线的一个节点 那么后面的话 有量有未来 量能放不出来 那么对应的是一个 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增浪 好 再者的话呢 像5G 昨天的话呢 提到像5G板块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因为前面的下跌 一 前跌的位置是一个观察机点 二的话呢 内部 在60分钟呈现非常明显的底背离 然后的话呢 用五分钟的长轮结构来去看待 那么呢 它对应的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五分钟的驱适下跌 驱适背词 这个位置的话 它的推演有两种 那两种呢 第一 作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的延伸 来去看待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一次回落 不破前跌 两次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它完全可以走一个 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所以说呢 对于5G板块指数来讲 回落下来 不破前面低点 对应的 可以当成短线的 低吸高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挖掘内部的一些机会点 这是前面呢 是一个五分钟的驱适下跌 驱适背词 好 就是它的推演呢 如果一次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跟 短线视角 如果说呢 二次不破前面低点 固件一个五分钟书 再比较 离开段和前面低中段 是否有被迟 好 这是一种向上推演 那么反之 如果说呢 一次两次向上 都不能打出离开段 防范的是 中书延伸 甚至最终升级 然后呢 再走下离开段 好 这是对5G板块指数的 一个表达 好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用乱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 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 再见